悲伤 完美理由 求做你的手游 话说越读后 剩一句我爱你 还敢在心口 有时害怕寂寞 反而不寂寞 不用分我 就回到最初的 很生气的我 最后你真的却入我 等岁月按摩 幸福拥有一生 从此不再为谁而活 为后遇到你走过 很生气的我 最后你真的却入我 姐姐 小学不见 谢谢你 小乐今天是特地溜出来的 对 因为最近还在敢拍嘛 然后就趁空檔 然后因为知道自己的姐姐要办这个音乐会 然后今天特别跟剧组告假几个小时 然后赶过来 但觉得我人一定要到 就是让你知道我 非常非常支持 谢谢 然后 哦 我今天来的路途呢 我有特别准备了一个东西 好经历 真的 诶 连我一起喝是不是 好啦好啦 一起哭 你也累啊最近 因为 哦对了 最近其实自己拍戏也蛮累的 好啦 自己也顺便喝一杯 哈哈哈哈 但我其实都没意见我都ok 哈哈哈哈 我没有看见 好 就是中间 就是中间 我就是中间下面 就是下面 中间 中间 你看到我 中间 嗯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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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有没有 其实我那时候演音乐剧的时候 跟他是那种 有点 姐弟恋的暧昧 其实我们还没有到真的交往 所以其实中间有一些桥段是 床东 他就是一个意外导致床东 所以那应该是最亲密的动作 就是这种外型 小乐应该是大家的菜吧 长得那么好看 就大眼睛 然后又可爱 个性又好 应该都是你们的菜吧 所以跟他私下就是这么亲密 对 是 男朋友不会吃这个 不会啊 他 不同型吧 而且小乐看到我都姐姐姐姐姐的叫我 还怎么吓得了手 在帮你腮红的时候有紧张吗 我不会紧张啊 他就是弟弟 但是 我紧张的点是 他会不会下手太重 就变成 纸扎娃娃 可是他刚刚一边画一边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 我真的有上两个月的课 我不一样 我真的会 所以我就觉得 感觉好像他手法还蛮熟 他就画我口红的时候 他就说 哎哟 中午吃什么啊 然后我就批他 我就说 干嘛 就很贱 不知道闻到什么味道 因为我们可能刚刚喝精力汤吧 味道有点重 然后他就批 他就这样说 我就批他手啊 反正就觉得很贱 但是他在台湾开演唱会 是不是感觉很幸福 就兴奋跟紧张 因为其实从 其实我算出道非常久 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属于自己个人的专辑